女生寝室第二部 第二十八集 徐天的目光盯在了那幢陈旧的大楼上 这是俗称为红楼的解剖大楼 里面死气沉沉 阴森恐怖 到处残留着死亡的痕迹 听说里面曾经烧死过很多人 这些冤魂们阴魂不散 到了晚上就会从阴暗潮湿的地底深处爬出来解释还魂 而解剖大楼里偏偏有许多医学用的尸体标本 上次有几个学生打赌 让其中的一个学生跑到医学院的停尸房去 那名学生心惊胆战地走进停尸房 却发现一辆停尸车上的裹尸布被缓缓地揭开 一个全身赤鲁的尸体竟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这名学生吓得魂飞魄散 随手抓到一把手术刀怪叫一声插到了那具尸体的心脏上 这次他居然插得很蠢 不愧是成绩优异的医学院的学生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具被手术刀插中心脏的尸体不是别人 竟然是和这名学生打赌的同学 据说这名死者是因为关心这名学生的安危而进去寻他 谁知道竟然会横死停尸床上 实时的真相不得而知 也一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有人说死者恶作剧 故意假扮尸体来吓人 结果酿成惨祸 但更多的人说 死者是被冤魂上了身 迷了心窍 所以才会鬼使神差地 躺到了停尸车上去 从此 南疆医学院里开始流传 厉鬼借尸还魂的灵异传说 解剖大楼称了医学院的禁忌之地 到了晚上 这里更是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附近除了这幢解剖大楼 没有其他建筑 如果方圆真的在这里发出了求救声 那么现在他又在哪里呢 看到了方圆没有 徐天摇了摇头 用手指了指解剖大楼 显然解剖大楼 是这附近最适合隐藏夫妻的地点 身为刑警 冯静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 急步跑向解剖大楼 手电筒的电光像蛇一样地扭曲着 歪歪斜斜地映照着解剖大楼的入口 解剖大楼仿佛一个正在沉睡的怪兽 入口出深邃忧深 看不到地 里面黑漆漆的 似乎涂满了黑色的油漆 两扇红褐色的木门在风中悄无声息地开开避避 晃动个不停 突然 晃动的木门中一个黑色的人影鬼魅般地窜了出来 动作敏捷 速度惊人 冯静看得真切 身形晃动 席次里拦去黑衣人的去路 然后 冯静看到了那张恐怖的脸 脸是扁平的 一片深绿 嘴唇如血 血一般的妖艳鲜明 两只雌雄眼 猙獰 恶毒 仿佛凶神恶煞般 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 乍人出现 吓得冯静一个机灵 浑身陡然一阵 黑衣人抓住这个时机 在冯静被吓得愣住的一刹那 肩膀一沉 动作迅捷无比 仿佛一只黑蝙蝠一样 迅速从冯静的身边滑翔过去 冯静回过神 再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眼睁睁地看着黑衣人逃窜而去 卢海没有反应过来 傻傻站在那里 望着黑衣人的背影目瞪口呆 苏雅一个小女生有心无力 只望不上 只来得及尖叫了一声 黑衣人眼看绕过众人 直奔一旁的小树林 眼前忽然立着一个人 正是徐天 黑衣人去世很猛 眼看要和徐天撞成一团 但他随即应变 双臂曲肘 去世不见 硬声称撞向徐天 黑衣人加速前奔的冲力 加上自身的体重 这一肘如果撞时 不把徐天撞飞才怪 情急下 徐天伸住双手 抓住黑衣人的双臂 身体后仰 借力实力 一个后翻 反手将黑衣人摔出去 黑衣人被重重摔在地上 徐天站起来 转身面对黑衣人 并没有追击 黑衣人翻身站起 狠狠地瞪了徐天一眼 两人目光相处 恍若刀剑在空中交错鸡鸣 各自有点意外 冯静飞速追过来 黑衣人不敢耽搁 转身就逃 罗海又回过神来 紧随着冯静去追捕黑衣人 徐天却站在原地不斗 若有所思 苏牙走过来不满地说 发什么呆啊 人都跑了还不快去追啊 徐天阴沉着一张脸 你认为是抓人重要 还是救人要紧 你 你是说方圆 徐天却并没有回答 看了看黑衣人逃跑的方向 转身走进黑气气的解剖大楼 苏牙微一沉吟也跟了上去 穿过幽深的走廊 走到楼梯口 往上还是往下呢 上面是一层层的解剖实验室 而向下是停尸房和仓库 徐天犹豫不决 突然 徐天仿佛听到了什么 对身后的苏牙做了一个 禁止出声的动作 徐天听到了花花的流水声 流水声是从地下室发出来的 这么晚 谁还会在地下室里用水呢 难道是方圆 徐天的心跳得砰砰直响 借着微弱闪烁的手电筒光芒 小心翼翼地往楼梯之下走 苏牙快走两步紧跟着徐天 提心吊胆 大气地不敢喘一下 还没走到地下室 徐天就停住了脚步 水 到处都是水 整个地下室的通道 都被水浸湿了 到处是肮脏的黑色积水 怎么会有这么多积水 徐天站在楼梯上 望着下面满地的积水 心声呼吁 徐天 你怎么不走了 苏牙担心方圆在后面催促 这水有问题 徐天冷冷地说着 手电筒的光芒四处应声 水应该是从地下室的一个水龙头 流出来的 问题是 即使真的有人忘了关水龙头 流出来的水也应该排入下水道 而不是蔓延整个地下室 显然下水道的入口被堵住了 而且极有可能是黑人故意堵住的 那他这么做 用意是什么呢 徐天没有接触这些积水 而是站在高处仔细地观察 自从得知月亮湖的湖水含有剧毒之后 他就对来历不明的水源格外小心 地下室的污水中 似乎有一些爬虫沉浸在里面 随着水流起起伏伏 这些爬虫全都失去了生命 是被水淹死的吗 可是很多爬虫天生就有不被溺死的本能 苏牙等得有些不耐烦 这水有什么问题啊 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胆小 你倒是抓紧时间快点找方圆呢 徐天听得心烦气躁 没好气地说 你能不能不说话 让我冷静思考一下好不好 这些水 很有可能被通了电 通电 苏牙刚还想要涉水而过 听到这句话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没错 所以请你不要打扰我 我比你还急 这时 徐天忧心如焚 头大如斗 照这样的情形 方圆很可能躲到地下室的某个地方 黑衣人寻不到他 故意扭开了水龙头 堵住排水道口 然后接上电源望向电死方圆 这些水蔓延了整个地下室的地面 如果方圆不知道这些水通了电 无论躲得多么隐蔽也是在即难逃 退一步说 即使方圆知道这些水通了电 地下室也只有那么大 他又能躲到哪儿去呢 徐天急了 往下走着几步探出头 对着地下室放声大叫 方圆 方圆 声音在地下室里嗡嗡回响 绵绵不绝 仿佛有无数个人在叫喊 解剖大楼的结构有些古怪 不知为什么 地下室隔音效果相当好 无论你在地下室里叫喊的声音多么嘹亮 都难以传播到楼上 更别说是解剖大楼的外面 但如果同处地下室 声音的回响就特别大 传播得也特别清楚 我 我在这儿 地下室左边的停尸房 传来一个时段时序的声音 虚弱不堪 徐天一下子跳了起来 两眼发亮 是方圆的声音 他没事 还活着 苏牙从来没有看到过徐天 这么兴奋过 一向沉门冷静的徐天 竟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眼睛里似乎有泪光 在隐隐地闪烁 费尽周折 徐天终于关闭了 整个解剖大楼的电源 并且找到并拔掉 那根通电的电线 疏通积水之后 打开停尸房的铁门 方圆已经快被冻僵 牙齿咯咯直向 身体僵硬地像冰块 手上脚上脸上 多处出现浮肿的 冻伤的迹象 原来 当通了电的自来水 缓缓流入停尸房的时候 被逼入死角的方圆 集中生智 抽出两个相邻的冰柜 站在了上面 冰柜是绝缘的不倒电 可是会不断制造 森森的冷气 把方圆的脚都冻僵了 方圆不敢乱动 即使两条腿的神经系统 被冻得没有感觉 依然凭着意志力 在强制地支撑着 事实上 这种方法也是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不是须天即使赶到 后果将不堪设想 方圆看到苏牙喜结而起 青紫色的嘴唇哆嗦着 已经说不出话来 方圆困在停尸房里 身边全是死神光顾之后的迹象 孤独 绝望 恐惧 一句句失去生命干瘪 变形的尸体 一阵阵混合着 福尔马林味的尸体腐烂的臭味 冰冷的寒气 从始至终都覆盖在他的身上 挥之不去 停尸房里的仪器 猛烈地冲击着他的感官神经 人的神经系统有一种自发保护措施 如果刺激过度 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会自动昏厥 方圆知道 如果他昏厥过去 那结果就只有一个 和死神约会 有那么一瞬间 方圆想要放弃了 这种惨绝人寰的折磨 他实在难以承受 但这种念头 仅仅是一闪而过 很快就被方圆否决了 他不想死 人生对他来说 这还仅仅只是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事没有去做 还有很多人等待他去爱 还有很多幸福 值得他去追求 强烈的求生本能 让方圆强撑着一口气 倔强而坚毅地 坚守着对生存的信念 终于等到了救星 徐天二话不说 背挤方圆 苏雅拿着手电筒 帮他们照明 临出门的时候 徐天又回过头 望着一眼 吓退了黑衣人的年轻女尸 皱了皱眉 似乎是想要询问方圆 犹豫了一下 又没有问 三人终于走出了地下室 走出了解剖大楼 走到秋风萨萨的医学院校园 方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现在他才感觉到 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里 一双诡诀的眼睛一直在窥视着他们 一直到他们走远 这才引入了夜色之中 冯静死死地咬住黑衣人紧追不舍 这次好不容易找到突破口 他可不能轻易放过 黑衣人被徐天摔了一跤 似乎受了伤 腿脚有些不方便 动作显得生硬 尽管如此 冯静还是没办法追上他 显然 黑衣人很熟悉南疆御学院的地理环境 故意带着冯静在绕圈子 东躲西藏 如果不是他腿脚不方便 早就把冯静甩脱了 罗海也指望不上 一个学生 没受过专门训练 临变能力 反应速度 追踪经验等各方面都很欠缺 能跟上冯静就算不错了 跑了大约十多分钟 黑衣人突然绕进了一幢大楼 然后人影消失了 冯静站在这幢大楼的面前 一边喘气 一边用眼神搜索 这是一幢普通的教室宿舍 与前面那幢教室的宿舍 间隔的距离并不大 两者之间 只有一条灰白色的水泥小路 这么小的空间里 根本就没有可能躲藏的地方 冯静判断 黑衣人钻进了这幢教室宿舍 也许他原本就住在这幢教室宿舍里 罗海穿着粗气跟上来 那个人呢 进了 进了这幢教室宿舍 冯静拿出手机 打电话通知萧强 让他紧急召集人手 来围捕黑衣人 关上手机 冯静看了看罗海 亮明自己的身份 我叫冯静 是市刑警队的 你站在这别动 守着这个出口 我上去看看 罗海抖了抖身子 说不清是激动还是紧张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上去 不用 萧队马上就到 你在这等他 记住 一定要守着出口 冯静紧绷着一张脸 格外的严肃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尽管放弃 罗海突然涌出了 一种庄严的使命感 冯静微微地一笑 拍着拍罗海的肩膀 以示鼓励 然后他警戒着 慢慢走进教室宿舍 里面很黑 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冯静咳嗽了几声 感应灯却没有随着亮起 说不定早就坏掉了 在一楼没有发现夜场 冯静小心翼翼地爬到二楼 就在这时 冯静的头顶上 突然传来了一阵 轻微的防盗门关闭的声音 在寂静的深夜 显得格外清脆 冯静心里一动 连忙再往楼上跑 黑衣人的腿受了伤 跑了那么久 虽然没被冯静追到 估计也是强弩之末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跑回自己的住处躲避起来 不是为摆脱冯静的一种良策 但是这么做也有后遗症 那就是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关门的声音似乎就是从 三楼或四楼发出来的 冯静加快脚步 登登登跑到三楼 他静静地聆听了一会儿 整幢大楼死一般的寂静 除了自己的呼吸声 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 冯静暗响了三菱一式的门铃 门铃响了一会儿 终于传来的脚步声 走廊里的灯亮了 一只暗黄浑浊的眼珠 在猫眼中张望 然后里面的木门被打开 探出了一张满脸沧桑 爬满皱纹的脸 三菱一里面住的是一对 退休的老教师 隔着坚硬的防盗门 冯静询问刚才有没有人进屋 回答说没有 再问其他情况 门关上了 冯静摇摇头 现在的人都这样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各扫门千许 哪管他人是非呢 也正因为这样 是会风气每框愈下 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 然后是三菱二式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小伙子陪着笑脸 反过来对冯静问东问西 颇有兴趣 冯静还没来得及 咨询情况 房间里传来一个女人的怒吼声 尖锐刺耳 言语中脏话连篇 小伙子还想解释 但是一只手扯住他的耳朵 小伙子被拉回到了房间 哐唐一声 大门被女人顺手关上了 冯静默默站在三楼的走廊上 思索了一会儿 三零一式和三零二式 似乎都没有特别异常的疑点 那么就再去四楼看看吧 的相侯 倒下 三楼 一位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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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